凌晨新语 蒙福篇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136篇共有26节 有26次提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以及无论顺境或逆境都要宣告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第十六节提到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 后面又加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是什么 旷野的景况是艰难的 高高低低 大大小小的石头 干旱无水 旷野白天极热 晚上极冷 便非人居之之处 这里说神引领人走过旷野 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困难 是神的慈爱 神早在西南山 向摩西说过 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成为祭司的国度 却要行过旷野 遇见困难 要行走旷野四十年 才进入迦南地 神要他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 就要熬练他们 经历水火 云柱与火柱 在保护引领 无水之地 磐石出水 没有十足吃 麻辣每日供应 有鞍唇可以肉食 遇到蛇鸟 因信神的话 仰望神吩咐摩西所立的铜蛇 就得痊愈 借着这些经历 叫他们在幻能中 随会全心服求主 服求神 依赖神 以至于更认识神 经历神 就因为这样的操练 造成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 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感谢主 今日你我可能正活在 荒野的处境 有许许多多的煎熬 环绕着你我身奔 求主让我们在这种景况中 也能像诗人一样宣告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其实这都是神的美意 为要塑造你我成为君尊的祭司 祂认我们面对旷野的生活 为要叫我们在这境遇中 学会服求神 全心投靠神 从祂得到天上的力量 来活出基督的生命 神才能在祂的国度中 使用你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阿们